华人农历新年就快到了 佛光山冬产寺也配合农历新年 举办平安灯会即花艺展 今年的主题是 朱氏吉祥平安灯会 1月31号会在人家龙幸福村 正式对外开放 灯会的主要亮点就是 冬产寺发挥环保概念 将过去的花灯回收再利用 改造成三盏超大型的环保珠灯 象征和谐和圆满 除了这三盏巨型的珠灯之外 冬产寺也精心打造一系列的花灯 必定能在灯会开放当天 满足大家的视节享受 一年一度的佛光山冬产寺平安灯会 又来了 配合猪年 冬产寺精心打造了 三盏超大型的猪灯 每一盏猪灯平均有15米长和8米高 佛光山马太英总主持 学成法师表示 今年这三盏猪灯代表着和谐 随和和勤劳 同时也象征舍而生肖 周期圆满 寓意云圆满满 而今年的灯会主题 就是以猪为邪音的猪式吉祥 现场除了会有这三盏超大型的猪灯之外 还会有其他的花灯一同亮相 绝成法师表示 这三盏猪灯都是利用过去的花灯 重新改造 再经过专业人士精心上色 因此除了华丽之外 这些花灯还富有环保元素 那么当然 我们是一个非常注重环保的团队 当然不会说这个灯用一次就丢掉 我们的灯几乎都用10年以上 用到它不能用为止 或者改造 所以前年的公鸡 再来前面的 我们有企鹅灯等等灯 我们一改就变成猪 明年再改就变成老鼠 可是在我国这个多元种族的国家里 展示那么大展的猪灯 就不担心会引发有族同胞的恐惧和不满吗 据成法师表示 这些猪灯的造型都非常讨喜和随和 因此相信有族同胞看了 不仅不会感到害怕 而且还非常欢喜呢 除此之外它的造型绝对不会让 甚至一株同胞看了都不会害怕 只会看到很欢喜 因为那个猪很讨喜 所以这经过我们的内部的 这个大家及时广益 团队的设计 每一只猪的造型 都是happy go lucky的那种感觉 就是这样很欢喜的感觉 游福关山东禅寺举办的2019年平安灯会 将从1月31号至2月19号 在人家龙幸福村举行 若要在新年期间欣赏美丽的灯光 不妨到这里看一看 必须能给大家一场视觉饗宴 MTB7综合报道